左遍山东136区县进行鱼台县 米红字里虽然带个鱼的鱼台县 是北方最大的小龙虾产地 鱼台县是个小龙虾味的县城 它位于微山湖的西岸 也是个因水而兴的地方 鱼台县是我们一亿多山东人的小龙虾担当 作为宵夜顶流 山东人的龙虾自由 基本是靠鱼台县支撑起来的 所以在山东吃货的心里 鱼台是个跟小龙虾画等号的地方 全国小龙虾江湖里 湖北是乌庸置疑的小龙虾第一大省 我们山东勉强排个六七名 去年山东年产龙虾5.3万吨 其中光鱼台县就占据了3万多吨 鱼台的小龙虾跟外地小龙虾它还不一样 这小龙虾的腹部都是白色的很干净 人送外号白富美 主打的就是干净 鱼台当地的小龙虾有稻虾合作 藕虾合作两种模式 小龙虾和水稻联藕一起共成长 鱼台也因此当名中国生态龙虾之乡 鱼台县是山东小龙虾吃法最多的地方 外地人眼里的龙虾吃法基本也就清蒸油闷加蒜蓉 鱼台的小龙虾把山东人对小龙虾的吃法吃出了新花样 芝士 咖喱 咸黛黄 也可以各种乱入 就连榴莲 芥末这样的鬼才料理 也可以跟龙虾搭配 鱼台的小龙虾做成了20多亿的大产业 了不起啊 作为传统的农业县 鱼台号称鱼米之乡 鱼台的大米品质也很大财 跟小龙虾一起入围了国家地标性产品 鱼台县人口不算多 面积也不算大 孔子72贤弟子里的明子谦 是鱼台的代表名人一生自孝啊 山东136区县里 有太多比鱼台县名其大特色多的县 唯独这鱼台县啊 哎呀 我就是去不够 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啊 去了第二次还想去第三次啊 你那是馋了 好吃啊 很好吃啊